联盟大事,场外风云,白话美直篮,一起聊个球,我是老白。 本赛季勇士的成长,想必各位是有目共睹,从上个赛季惨遭挥胸富加赛淘汰,到如今西部第二,勇士的排名迅速上涨。 当然,这一成就从某种程度上归功于本赛季勇士管理层的人才引进,但是,更重要的则在于本赛季勇士角色球员的快速成长,而其中,最亮眼的莫过于乔丹普尔的成长。 乔丹普尔本赛季的崛起,从季签赛就已有预兆,在季签赛中有多场比赛,普尔代替库里,成为了勇士的主要进攻点和持球人。 当然,普尔也不负众望,在季签赛上展示出其超乎寻常的进攻能力,习丘峰可以说无限接近库里,不仅是他不讲理的三分,还有他瞬间如电的突破速度,以及他舞蹈般的运球。 集前赛的种种,都让人对这个球员在新赛季的表现充满了期待,而进入常规赛,普尔代替还为商欲付出的克莱出人首发。 场军数据一举来到16.6分,3.3助攻,3.0篮板,远超生涯前两个赛季。 而体现在数据之外的,就是普尔的崛起,使得勇士在库里下场休息时间,球队能够保持其进攻火力,从整体上加强了勇士第二阵容的强度。 比起上个赛季库里单和带队的勇士,普尔的降临,为库里分担了极大的压力。 在二者同时上场之时,对手就再也不能像上个赛季一样,肆无忌惮地包夹库里,因为一旦你将过多的防守放在库里身上,突然开花的普尔,必定让你大吃一惊。 普尔的崛起,从整体上提高了勇士对阵容的强度,但并没有同一员一样,为勇士带来较大的薪资压力。 由于普尔是勇士在19年通过选秀拿下的球员,目前为止,普尔还属于新秀合同,在场均砍下16.6分,成为球队重要得分手的同时,薪资仅仅仅是可怜的216万美元。 如此超值的合同,也帮助勇士在本赛季进一步补强,拿下了诸如小佩顿等一众悍价。 由此可见,普尔不仅在能力上补强了勇士,更在经济上帮了勇士一把。 虽然说勇士对于普尔有着知语之恩,普尔也用自己的表现,报答了给予自己舞台的勇士。 但是,毕竟联盟是商业联盟,球员也是要吃饭的,你不能期盼普尔永远怀着感恩的心,年年只拿笔心,却要干具新的活。 如今普尔的数据,放在联盟也是可圈可点的。 更不用说,在固里却正是普尔所展示出的那种领袖气质。 这种扛起球队的领袖气质,是任何一致重建球队都梦寐以求的。 如果普尔继续进步,那么仅仅几百万的年薪,绝对留不住这么一个潜力新人。 当然,目前的普尔绝对不是完美的。 虽然说,他某些时候的表现,能让库里都惊叹。 但是,他的稳定性却让球迷不敢恭维。 翻看机场比赛的数据,可以发现,普尔能在一段时间突然爆发。 但又在下一个时间段突然沉寂,他能够砍下30分,也能够砍下3分。 他能连续几场比赛得分超过20,就能连续几场比赛得分不上双。 然而,作为一名当家球星,稳定性是其最关键的特性。 如果一个当家球星不能够稳定地发挥,得分全靠手感。 那么这支球队的命运也会随之飘忽不定。 所以说,如果普尔不能够提升自己的稳定性,哪怕离开勇士, 下家也不会以当家球星的待遇对待他。 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当年的神经刀JR·史密斯。 但是,对于一个第六人来说,稳定性就不是这么重要了。 作为一个第六人,你需要做的,就是担任球队的一把利刃。 在关键时刻,通过自己的爆发,捅上对面一刀,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。 你决定的是球队的上限,至于球队的下限,那就交给军星处理就好了。 但是,如果普尔仅仅是一个第六人,那么离开勇士和留在勇士又有什么区别呢? 当然,勇士的当家永远是库里,但仅仅成长为一个第六人的普尔, 去到别的球队又无法得到球星待遇。 那为什么不留在勇士? 哪怕他成长为最佳第六人,留在勇士至少有着一定的总冠军保障。 至于待遇,相信勇士也不会低于其他有争贯能力的球队,除非普尔从来不看中荣誉,只看中钱。 但是,一旦普尔超过最佳第六人制的限度,那就说明他已经有一定当何的能力了。 然而勇士阵中已经有了库里、汤普森、格林三巨头,有着三人占据薪资空间, 勇士是同步出更多的薪金来给普尔这个第四位当家球星的。 并且,普尔还很年轻,完全不需要同当年杜兰特一样,主动将心来抱团取得总冠军。 更重要的是,有库里这个天花板在,能力超过最佳第六人的普尔,就在难得到晋升空间。 如果他想取得更高的成就,必定会选择新的道路,去追逐新的高度。 如今勇士队随着迎来克莱汤普森的回归,球队的后卫乔丹普尔已经正式被按摘了替补, 习成为了一名替补球员。 这对于一位经常打首发的球员来说显然是一种心理上的折磨,而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坦言这样的遭遇真的十分困难, 并且他希望有一天可以重新回到首发阵容当中。 在接受采访谈到自己从首发变为替补时候的心理过程时候,他表示这真的是一段艰难的里程, 你要知道我已经习惯了打首发,我习惯了和库里还有维金斯以及追梦等人一起出场, 我们之间已经产生了非常好的滑雪反应,但是既然教练组做出了安排, 那么我打替补也只能自己去消化和接受事实, 在勇士这样的球队文化当中每个人都被要求做出牺牲, 其实是库里也是如此,当我和他搭档的时候真的是有种苦中灿烂的感觉, 因为你总是被球迷们时刻地关注着,一旦你发挥不好就会被人们拿出来说, 他们会说你没有帮助库里分担压力, 而能够和这样伟大的球员站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荣幸, 普尔继续说道,目前克莱的回归已经让普尔被迫做出了牺牲, 但是很显然他并不是非常的心甘情愿做出牺牲, 他依然渴望重新回到首发阵容当中, 他本赛季的三分投射能力一度让人感到惊艳, 但是在库里休战的一场比赛他增三节比赛石头灵重, 由此可见缺少了库里的牵制之后他并不能随心所欲的得分, 比如上个赛季的贝兹莫尔在库里身边打出了不错的表现, 这个时候他就以为自己可以了, 随后拒绝勇士的高兴转而底心加盟胡人, 当时他表示在勇士看不到夺冠的希望, 只有在胡人才能夺冠, 如今已经成为了边缘人物, 但是勇士真的会动交易普尔的心思吗? 我看未必, 尽管交易截止日临近, 但勇士对本赛季大概率会按兵不动, 因为球队开赛以来的表现远超预期, 一度牢牢占据联盟第一的位置, 尽管此后球队状态略有波动, 但球队依旧占据着联盟第二的位置, 库里在大部分时间里面打得像MVP一样, 追梦也找回了往日最佳防守球员的状态, 可莱回归后尽管个人状态不顾经验, 但考虑到他两次遭遇生涯报销级别的大伤, 需要时间寻找状态也在情理之中。 即便如此, 勇士多名球员依旧陷入到交易流言之中, 但按照本赛季的表现,以及球员潜在的价值来说, 无论是频繁陷入交易流言的维金斯, 还是新星普尔与库明家, 几乎都不可能被交易, 那么勇士阵容中谁最有可能被交易? 妹妹布鲁曼霍普也列出前三名单, 其中库里妹夫上榜, 19岁新星排第一。 第三位,达米恩里。 随着克莱回归, 未来达米恩里的出场时间注定会越来越少, 目前已经能够看出达米恩里即将调出轮转的趋势, 作为库里的妹夫, 达米恩里一直饱受外界诟病, 认为他是关系乎, 否则根本无法在勇士立足, 但在过去四个赛季中, 达米恩里却用行动证明, 他是依靠个人实力才获得勇士青睐, 本赛季打场均可以得到8.1分, 拥有39.7%的三分球命重力, 只不过, 由于勇士后场人员配置太雄厚, 达米恩里未来很难获得轮转空间, 但对于一直需要后场补强的球队来说, 达米恩里是一名廉价且高效的补强选择, 一方面达米恩里的合同不大, 任何一支球队都可以吃得下, 另外一方面, 达米恩里具备稳定的投射能力, 同时失误控制非常出色, 过去两个赛季一共才出现了50次失误, 因此, 无论是作为大交易中的天头, 还是单独完成一笔小交易, 勇士和达米恩里分手对于双方来说都有好处, 第二位, 别利查, 与达米恩里一样, 别利查也是因为勇士轮转过于身后, 才即将调出人员轮转, 根据报道, 在怀斯曼回归后, 别利查的上场时间将被压缩, 目前他在勇士体系中扮演的角色已经被压缩, 因为他所能提供的能力, 小奥托波特完全可以覆盖, 后者目前也成为追梦格林稳定的替补, 考虑到别利查拥有稳定的外线投射能力, 并且本赛继位勇士效力期间, 他的个人状态极佳, 相信会有很多球队愿意得到这名空间型内线, 第一位, 穆迪, 穆迪是去年的十四号秀, 一度被勇士寄予厚望, 因为在即战力方面, 穆迪要比库明家好得多, 库明家的天赋上限则远远甩开穆迪, 结果开赛至今, 库明家无论从即战力方面, 还是从个人天赋上限来说, 已经全面碾压穆迪, 后者场均只能出战七分钟, 一共出战了26场比赛, 场均得到2.2分, 命中率低至34%, 在库明家坐稳球队轮转, 怀斯曼也被寄予厚望的情况下, 穆迪似乎没有太多关注度, 如果勇士尝试追求特纳这一类球员, 那么穆迪大概率会成为核心筹码之一。